現在開始了,然後我會分享連結給你 大家好,歡迎來到東州投資會的時間 我們等多點讀者上來,我們就開始跟Dicky聊天 我已經分享到了 剛剛我在發電話給你 好,開始上了 開始有些朋友進來 Hello,Hello,大家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等多點讀者上來,我們就開始 講一下今天的股票 今天的股市 今天我們主要講一下昨天上的幾個新股 開始有些多朋友上來了 差不多了 好,跟大家打一次招呼 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東州投資會 又來到Happy Friday 時間 今天很開心又有 今天封正義團研究部執行董事 黃德基、Dicky 跟我們聊聊天干的股 Hello Hello,你好 各位東州投資會 頭條、星島的觀眾、讀者、網友 聽眾,大家好 Happy Friday 今天也很開心 視乎你做了什麼部署 如果你抽中了一些新股 那就很開心 很開心的 這個Friday 不過中間下午 上午下午 好像大家有一點緊張 可以投資給大家 有些個別股份 都得到很厲害 是 看到小米就是重了它 其實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都知道 去年11月開始 所謂的 美國總統的所謂的禁令 在這個因素底下 大前提下 其實對於我們香港資本市場 帶來的影響 其實都真的相當之大的 當然 現在捱了它 還有幾天 五天而已 先講了我很簡單的分析 對於小米 接著我們可以講其他話題 今天跌了很多下 沒辦法 因為大家都會擔心 好像發生在過往 其他股份身上 特別是中海油 中移動 當它說有這個禁令 那就是說 不讓美國人投資 那還有可能有什麼問題 就接二連三 可能就是包括某些指數 要剔出這些股份 繼而相關追蹤著這些指數 的所謂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有可能會被動 沽這些股份 當然如果你說再加上ADR上市 當然可能是他踢出的風險 不過我想我們冷靜一點去看 小米這個情況 其實真的要再分析 我想都有幾個層次 因為其實 中美之間的博弈 大家都知道存在已久 甚至乎我也有預測過 就算我認為 好了 拜登上場了 不代表這個博弈的關係會完結 但是為什麼它這次禁令 不是好像之前華為 不給它出口呢 我想可能大家都 或者都會知道 例如小米和Qualcomm 一家美國大家都知道 芯片和一些電信設備的生產商 是合作無間的 很多時候 手機和芯片都有他們供應 為什麼不在那些入手呢 因為它時間緊迫 它只剩下五天 所以如果它現在 現在還用出口禁令 它根本打擊不到它認為的對手 所以在現在這一刻 就沒有了 它的態度一拍兩散 總之有這麼壞就弄到這麼壞 有這麼多禁令就有這麼多禁令 有這麼多個可以簽 就簽了它 所以都沒有辦法 小米可能不是大家會認為 是真的在中美博弈裡面 很封眼位置的公司 因為一直都很低調 一直都是做一些比較 直接了當一點 不是說真的很涉及那些什麼什麼國家安全 但是現在人家要扣母子 現在它說是可能 認為的 有官方背景 這是很明顯的自說自說的 所以 我會覺得是這麼看的 因為現在這一刻 它應該趕不及了 它只剩下幾天 即是我說特朗普是做了 剩下幾天 所以現在這個禁令 因為說到11月 才說要被迫 這些美資投資者要沽出貨 11月 不要說11月 2月也不知什麼世界 所以我會覺得 就算 關稅有些事情 可能 拜登上場也會維持著 如果這些不可理喻的禁令 是有機會 可以說是 一上任就 好像特朗普當年上任 就撕下了那些 所謂的協議 所謂的制裁的禁令 不出奇的 所以我覺得 對小米的負面影響和衝擊 其實今天股價的一下子一跌 除了反映著擔憂之外 其實也是借一些 我應該調整 因為略積升了很多 我都有透露給大家聽 一直以來 這隻都是我外股 長期持有 然後我都 九元開始推介 自己拍片又說 在你們的平台 無論頭條也好 東周網也好 都在這裡說 但到了35元 我也覺得真的有些過了 因為不要忘記 其實對上一段 他宣佈了配股 發討論股債 那一段 其實曾經 亦都由他當時 其實 說當時 也不是很久 世紀之前 只不過是說那兩個月的事 11月 24日當時 28.4 接著一個配股消息 最低位是23.1 但23.1 負擾直到35.9 說真的 只是借這個消息 有個所謂獲利回託 我都覺得是 實屬非常之合理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擔心 不過 你說我現在炸了小米 那當然有些慘 高位都回了一成下來 但如果你說真的長遠計 的話 由他智能手機 全球市場份額 智能家電 他的APP 好幾樣東西 我會覺得 當然他現在這一刻的股值 都不是特別便宜 但他可以 越以一個相對地比較高的 市人率的倍數 相對比他更加成熟 例如蘋果公司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急跌到50天線 都有機會在這個水平上 先下降 不出奇的 28.3 今天剛剛下降到50天線 就可以守住 看看這個水平能否守住 暫時來說 是 之後剛剛提到 譬如剛剛說中移動和中海油 很多人 那時候都很震撼 這個跌幅 之後 譬如中海油 昨天前就開始爆升 升了一成兩成 一成這樣 加起來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之後的發展 現在是時候鬧鬧底 我覺得如果真心說 中海油和中移動 又遲了少少 因為其實最恐慌那一刻 就是大家鬧底薄反彈 最佳的時機 其實真的叫做錯失了 因為那一刻在說什麼 就是被動地減持 例如個別 例如中移動 再次彈出彈入 都要離開ADR 再加上個別的指數 FGIC、MSCI 那些 就是要踢走他們 然後被動的指數機構 又要沽貨 所以那一刻 真的大坑大 為什麼呢? 因為當投資者看到 他們是被動地沽貨 和公司的基本因素 是沒有關係的時候 那些北水就蜂擁而至了 所以我經常都開玩笑地說 就是說 中美的博弈 已經在股票市場那裡了 中資投資者 北水就說 你猜我買 然後他就說 我因為有禁令 我猜我欺負眼買 現在就是玩到這樣 所以真心說 因為無論是中移動和中海油 其實由低位反彈幅度 都相當之大 如果你說現在的禁令 對於中海油 都有少少少影響 所以今天來講 中海油盤算數 都是回到少少 當然不是多 1%左右 那我想 好客觀說 你說883 之前如果是一個 不對稱的小型的雙底 也都升破了項線 大概7.67這些位置之後 就已經是向著 所謂的 一個小小的量度升幅 就進發著 接近這個位置 941 走勢有點不同 就是急跌之後 連續幾日急升 由低位計 升了差不多 百分之二十 升了兩成 所以我會覺得 升回來這裡 又回到多少 回到十一月底的位置 即是大家當消化完 就沒有了 即是說 又彈出 又彈入 又不准ADR 又可以 又沒有了 然後指數 又摘離了 在這個禁令裡面 即是所謂的負面影響 我就覺得 真的反映了6677788 如果真的兩隻 哪個值得高一點呢 如果真的兩隻 當然 那個概念都幾不盡相同 即是如果你說 現在我們看百分之三 當然 又會看近期 即是說 金融市場 對於未來這一段 短的日子 即是對於油價 會有什麼看法 以及這個制裁 以至到 未來這段時間 即是經濟復甦的預期 和展望 實現油價 其實都有很多因素去看 就不是只看那個所謂 制不制作禁令 甚至乎實體的清單 有什麼 所以如果 我會覺得這樣 即是兩隻來到這個水平 883 距離250天線 8.5其實都 不是剩下很多空間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搏 它 再進一步向上 我就覺得 那個向上的動力 都相對來有限 當然 中移動也都這樣說 低位也彈了兩成上來 不過我會覺得 就算它可能 急升過後 現在好像這幾天都叫做 停了 打橫行 但我都會覺得 10天、20天線的位置 也有機會 例如45元 隻狗尺一又會回落 883 也已經是突破了 這個50、100天線 其實走勢很漂亮 但是 好像又有少少 沒什麼力量 所以如果你問我這兩隻股份 很簡單 我剛才見面 我會覺得 短線極速的反彈 不成功 我寧願等它 又有少少的 獲利回吐 例如說 883 大概7.7 這些位置 我就會覺得 吸引力大 中移動同樣 下回45元 我就覺得 你再買過 相對風險會低 因為始終 純粹反映了 反映這個 美國的 所謂的制裁禁令 樂觀預期 在股價上已經實施反映了 不如先講講今天的主題 其中一個主題就是講講新股 因為新一年新股市場也幾次 剛剛有個商料冠軍 本地的新股市場 就是醫道科技 醫療大數據股 有117萬人應購 之後又打破了06年的紀錄 總之超越了農夫山泉 除了這裏科技之外 還有兩隻新股上市 昨天有網上測試 還有稻草紅娛 其實三隻未來 如何追渣菇 有什麼策略呢 不如先講講這裏科技 講到新股 我自己的專欄 或者在頭條的專欄 甚至我自己拍片 我不是經常推介 或者建議大家抽新股 但是對上那兩次 剛剛這十隻同步一起抽 我其實只建議了醫道科技 當然醫道科技的估計都跑贏了 稍後再解釋 另外再之前 得機介紹的新股已經去到南月亮 先講醫道科技 首先我新報 我本人有抽 也都多顧一手 也都在我自己的 譬如說拍片 或者照顧訪問都講 為什麼我會看得到這麼好 當然其實一個互動關係 我們都要判斷 譬如說在他開始招股的時間 要看公開發售 國際配售的認及反應 因為我經常都會講 新股上市初期股價表現 是完全是建基於一個所謂供求關係 供求關係失衡 它的股價可以升很多 即是說需求大於供應很多的情況之下 當然這段時間我們見到所有SARS的概念股 即所謂的Software as a Service 大家都很異熟能詳的 這個俗語 即是軟件職服務 或者軟件雲端服務的供應 解決方案 當然之前你說 由明元雲 即我們都會看到很多股價表現很厲害 甚至乎說到國際的例子 也有Snowflake 也有股神的股價 也表現很厲害 所以這隻大家都很趨之若無 當然我自己都在報章裡 都有講過一個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最樂觀的一倍半 我都覺得已經是很反映了這個市場 對於這個行業很趨之若無 因為明元雲上市的初期都是六成幾升幅 它的優位認可倍數 亦都是比醫道科技少了一千倍 但是股價之後都慢火尖魚 其實都不是了 直接是落獲快炒 我會覺得最終如果大家都是很亢奮的 對於這類股份 你說真的比股價高兩倍 在未來的發展 不是很出奇 但如果現在升一倍半 我又覺得都反映了很多樂觀的預期 所以我也都自己在股價升了一倍半以外 我就減辭了 當然有些說法就是 其實有沒有方法就是 不如股一半 你也要抽到兩手二十才行 你股一半都可以的 因為另外一半就完全是免費的 因為現在一隻都贏150% 你說往下會不會再備受追捧 像是龍夫山泉那些 仍是越升越有 我都不敢說 但升一倍半 很難叫大家追下去 因為真的很難去作出這樣的建議 因為實在風險就太高 至於另外那兩隻 杜草雄真的今天的股價表現 是上完之後 才慢慢升上去 當然 我不知道是否大家都是吳其龍的粉絲 不過當說到吳其龍的時間 我也有個經驗 就是跟Ester你這樣年紀的妹妹聊天的時候 她們就說 是誰來的 我說是很紅的 是小虎隊 然後當然也不知道是甚麼 可能她就查了 她說小虎隊 是否香港的一隊組合 那我就說我跌下了 因為那個是八十年代 比起台灣 她們小虎隊還要走 其實都不重要 知不知道吳其龍 誰都好 但無論如何 我想在網上 或者是做一些網上的電視的一些平台 一些內容的供應製作 簡單來說就是拍劇 我會覺得 其實 基本面其實是有一定的概念 因為 如果你拍一些大片 拍電影 當然投資會比較大 甚至風險也會比較高 但如果你認為現在這些相對地 都不是小本 因為現在這些電視劇 都可以有很大的製作費 可以說他們都幾容易封到是本門的 因為都是那句 當你賣給某一些平台 甚至乎是在製作之前 已經可能簽到一些承諾等等 其實我都覺得是OK 但如果你說 現在抽回來當然是非常好 但如果你說 以她現在都升了這麼多 那你說 真是短炒 那看什麼位 那今天也叫做咬著高位 會不會再增加今天的高位 不敢說 但真的已經累升這麼多的新股 我都寧願先看定一點 如果你說這段時間 一直都沒有投資者 我不是太建議大家 是用一個太過見高追高的策略 那至於其他那些 我就一般 我不是說看得很不好 但是其他之後 也說真的 也有一些跌穿了一支烏骨 所以其實我也要提醒大家 不計今天15號上市的這五隻新股 或者大家可以看回 之前13號打 再之前去到 或者去年年底12月底 其實我們會看回過去上市的新股 我們就由30號開始講起 就是青科創業開始講起 其實都有成1,2,3,4,5,6,7隻 是跌穿了招股價 即是說 現在在招股價流上的 只是剛剛一半左右 一半是跌穿了 一半是升的 當然如果你說你真的選到 或者有聽到我們的建議 看到東東投資會 或者看到我的建議 你真的抽中到這裡 又抽到 當然是恭喜你 但其實大家都要明白 秋生股不是一個必贏的遊戲 秋生股一樣有風險 尤其是當你孖展 你又給你預期多的課 但他的股價表現 又不似預期 所以也是那一句 如果你說有整倍多利潤 我都覺得 吃光了 其實也不會很大壞 但如果你說我想看看 那也沒所謂 你抽回來的成本很低 但如果你說 我現在看到他好像很亢奮 見高追高 我不是說一定不行 但問題是 賺少少好積走 好像怎麼說 那個炒法有些不同 就是你慢煮那隻 你又慢慢 就是好像南月亮那些 但這些如果你說 你現在才來高追 你簡直是一落獲 賺走拋兩下 你要上碟 否則很高的風險 嗯嗯 就跟之前 有些個別新股 有些不同的策略 現在是 可能這三隻都不太高追 現在就 可能反而看回其他股票 最近有沒有什麼區塊呢 你 過去這段時間 尤其是我們過去這幾天 其實我看到很明顯地 當大家會看到 內地的新政策 又會對個別行業有些針對性的看法 譬如說 在今天 白酒行業 那就真的走了 真的不說笑 即是走得慢 譬如走鬼走 下跌 即是走鬼走得慢 都不得了 我覺得這樣的 這段時間 過去我看好的 都是一些消費周期性的股份 我都經常說的 由洗衣液 由水到啡酒 基本上這些都是合適我的心意 我最喜歡的 又或者 甚至乎 你說在一些所謂的 摘經濟概念 其實就算是小家電 因為我在家 我就自然是可以受惠 受惠於這個行業 因為可能會需求大了 甚至乎 好似敏華這一類組牌 都升了很多 剛剛今天宣武配股 即是消息出來了 股價也是有所回落的 但都比了所謂的配股價 都高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陣 好像291 之前一直都有推介 但終於 由五十多元一路 升到七十八九六 終於都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回套 龍夫山泉 那些全部都是 簡單一點 我想說什麼 就是很多消費類的股份 終於都出現了一個 比較顯著一點的獲利回套 投資者都可以 當他們的調整 幾近完成 比如說 啤酒 都可能會開始 跌定一點 如果你說 就算藍月亮 極其量的回 可能 都未必去到 雅天魚動線 可能又會落魚肉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可以再次 去保持這些板塊 當然 今天來說 也有一些股份 是跌幅比較大的 譬如說 整個車的板塊 因為一月份 遮蓋汽車的 即是說 出廠的數字 就不是太好 除了個別一兩隻 譬如說 有石馬克的電池 這些是很 各別的一個消息 所以我想 在目前這一刻 我都提醒大家 因為我對於恆子 一月上場 有一個好的表現 這是我的預期之內 但是你說去到下旬 是不是可以 再進一步 向上突破審標 突破兩萬九 再一路向上去三萬 但我在這一刻 我真的沒有這個看法 我不是看得這麼樂觀 因為 由現在到美國總統就任 這幾天 其實對於全球金融市場來說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大家不可以完全忘記 第二點就是說 對於技術上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恆子達到兩萬八千八 阻力就會比較大 當然我這個計算是一個 純粹技術上的計算 就是由歷史高位 三三四八四 到去年的低位 二一三九 跌了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點 我就說 61.8%的反彈幅度 剛剛是二八七六八 這個指數是怎樣 這段時間我經常都說 我會覺得個人的感覺 可能去到這裏 指數也可能差不多 其實今天也跌過 但最後也是很厲害的 因為有好幾隻股票 包括騰訊 已經破頂了 因為它已經消除了 所有過去的疑慮 也都引證了過去我的說法 我經常都說 ADMXJ 最直播就是小買 一直都說 當然 它今天入了清單 跌下來的一件事 但是騰訊我是說第二 但是你說阿里 其實也不是不單 因為剛巧騰訊和阿里 也有個利好消息 就說 美國沒有搞他們 美國只是搞小米 但是應該這樣說 這幾人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失機無神 又再多兩隻下去 這個是完全控制不到 因為已經控制不到 他自己也 我自己也 我說的就是這樣 所以總的來說 當騰訊是浪主高位 一些內銀內險全部都已經是蓄勢代發 尤其是內險 你說是十年期內地的債息 對於債權的收益 可能會有匹益 以至到 剛才也說 包括有邦 騰訊 這些股份 全部都是 一直在高位再作突破 是會令到指數 不會有太大的下跌風險 不過我會覺得 兩萬塊千塊可能 都會是一個短期的阻力 這個就是建基於 很多剛才我們提及過的股份 也都已經升上來 看看讀者有沒有問題 有讀者問 665 這個福萊特玻璃 是公伏股 今天就收報30元 是說怎麼看的 好 其實這段時間 玻璃股 真的做太陽雲那些 已經升上去 沒有做太陽雲那些 就會覺得他會有機會做太陽 所以這段時間 我認真地說 表現都相當之好的 甚至乎我們會見到 有個別的 無論是有光伏 太陽能 玻璃 光伏玻璃 甚至乎你說 讀愛珍貴 總之一句說 太陽能相關 有加的股份 其實那個表現都相當之厲害 甚至乎你說 在這段時間 我們都會見到 譬如有些 配股集資 譬如說 我講遠一點 譬如30000 一樣有配股 信義光能之前也有配股 也有配股 但是他們的股價表現 仍然是挺強橫的 但是始終都是那句 過去這段時間 一直都在炒這些概念的時候 他的股價真的明顯地 有一個博力回徒 如果你問我 今天走勢不是太漂亮的 就是665 因為跌穿了20天移動平均線 但其實跌到40元 就是05先 那個見頂回落的趨勢 是挺明顯的 因為真的整個烏人蓋頂 這樣出來 之後就連續接了 一支陰燭下來 今天就還跌穿了20天線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說到665 他10月份到12月中旬 他形成了一個對稱三角形 而一舉向上突破了 他今次回落下來 我會覺得未必會跌回 之前的低位 最壞的情況 我覺得他也不會跌穿 50天移動平均線 但最慘的是 50天線距離現在也挺遙遠的 所以我想 如果你說要作一些 所謂的風險管理 如果股價真的跌穿28元 可能都要略略減一減榜 當然 如果他跌到50天線的位置 我就會覺得 再下跌的空間 就不是太大 但是 這段時間 他的股價表現 都不算太理想 好 接著有讀者就問 兩隻醫療 就是 1801和9995 接下來會不會再升 好 那1801 因為配股集資 配股集資 當然會有一個 所謂的 配股式的下跌的列口出現 但是 都是那句 他今天 5%左右 真心說 都在預期之內 很老實 你說 對他的負面影響 我覺得 都幾簡單 大家都看著 配股價 如果你說 今天來講 在收市的時候 90元6.5元 其實都略略跌穿了 這個配股價 不算太理想 因為我會見到 剛才我也舉例子 你說 由敏華開始 到信義光能 到保理協議 很多他們的配股 都沒有跌穿到 那個配股價 跌穿了配股價 其實都是 我可以簡單 直接給他當說 都是一件事 因為成貴者 其實都叫做 在捱價 對吧 所以 也是不利於他的股價表現 但是 真心說 都幾大勝負 所以簡單 我會覺得 B字頭的股份 暫時可能會 先淨一淨 因為第一 很多都累積很龐大升幅 什麼免疫力療法 什麼抗病毒藥 什麼抗癌的藥物 又不知道第幾期 很多其實都已經有 累積很龐大升幅 如果你說 有一隻半隻 現在走出來 手背股 那可能整個 sector 都會是 叫做 只剩下一會 嗯 嗯 跟著 剛剛問 除了一百零 還有一隻九九九五 是榮昌生物業 都是剛剛說的 都是B 是啊 好 都說了 當然 其實 你可能會說 其實他們的業務 都不盡相同 但是 走勢 大家看到的圖 都是 都是很相同的 因為 大家都是同一個板塊 但一個 都會受到 同類型的消息所影響 你說它自己 只是說這隻股份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呢 真正說 就沒有 在這段時間 你說最近 可能有很多 跟這個 生化科技旅遊股份 有關的消息 有很多 其實都不是很多 不止一隻 都會有些配股集資的這些情況 比如歐康維市 都是 所以 都是那句 我想 這個所謂的 B字頭 生化科技股份 可能短線 都有些回通 如果以這隻來說 可能 因為連續幾天都開陰燭 我覺得 都有機會進一步 下線 100元 即20天而入平均線的支持 嗯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Dicky跟我們說這麼多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